政府昨晚向立法會呈交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多項修訂 包括危害國安破壞活動、擴大至港交所、貨櫃碼頭等設施 立法會草案委員會早上審議 有議員關注破壞活動的定義應不應該更加寬 例如有些人發動這些金融戰爭 例如衝擊我們的聯繫匯率 或者任何的 例如Swift那些 其實就不包括在內 我們現在主要是釐清我們這裡所說的危害國家的破壞活動 我一定要跌下去我們現在的定義才可以放下去 我們的概念並不是將罪行擴闊 我們只是將它的適用範圍說得更清楚 涵蓋得更多的設施 在這裡有沒有需要加一個特首以獻佈刊登的命令方式 增加公共基礎設施的範圍 予時並進 在這個清單中 剛才我們也和大家解釋過 是一個非窮盡的清單 我們只是在這裡出了 我們會包一些類別的項目 而剛才我們談過 其實已經將形容相當闊 我們覺得沒有需要在這裡特別提述 加一個權力 讓特首互動行政會議再加進去 將我試試看 我們現在 有在這個 according 他是 我們會選擇